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5月7日 美国宇航局公布好奇号火星车拍摄的图像 火星上怎么会有如此规整的门洞 是否真有火星人住在里面 难道火星上真有生命或文明存在的秘密没有被发现 美国宇航局15日宣布 毅力号火星探测器在杰泽罗陨石坑撞击边缘采集的一块岩石中 探测到迄今为止浓度最高的有机分子 有科学家表示 这可能意味着火星曾有生命存在 毅力号从一块被称为野猫岭的岩石中采集到两个样本 并在7月20日磨掉它的一些表面 再以紫外线光谱仪器分析 分析结果发现一类名为芳香厅的有机分子 这种分子在生物化学中扮演关键角色 虽然火星上过去也曾发现过有机物 但这一新发现被认为希望特别大 由于该样本采集地 杰泽罗陨石坑是一个沉积物和盐分的沉淀湖中区域 科学家推断 此处曾具备形成水 以及利于孕育生命的条件 以地球生命特征衡量 有生命存在就离不开水 据国家航天局探阅与航天工程中心消息 截至2022年9月15日 天外一号环绕器已载轨运行780多天 火星车累计行驶1921米 完成既定科学探测任务 获取原始科学探测数据1480千兆 科学研究团队通过对我国自主获取的一手科学数据的研究 获得了丰富的科学成果 通过对着陆区分布的欧追 壁垒撞击坑 沟槽等典型地貌的综合研究 揭示了上述地貌的形成 与水活动之间存在的重要联系 通过相机影像和光谱数据 在着陆区附近的板状硬壳岩石中 发现含水矿物 证明了在距今10亿年以来 着陆区存在过大量液态水活动 结合相机影像和火星车移动车车等信息 发现着陆区土壤 具有较强承压强度 且摩擦参数较低 存在与水活动相关 并经历封杀磨石的特征 这些新成果揭示了 火星封杀与水活动 对地质演化和环境变化的影响 为火星乌托邦平原 曾经存在海洋的猜想 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丰富了人类对火星地质演化 和环境变化的科学认知 有关成果 已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 这一发现也说明 虽然火星的表面没有水 但是在地表之下一定的深度 很可能成规模的存在地下水 而我国祝荣号和美国好奇号 凤凰号等火星车降落的位置 都属于火星上比较低洼的地区 远古时期都曾经是海洋或湖泊 那个方形火星门洞 是否就是生活在地下的火星智慧生物 在地表开凿的进出口 或透气管道呢 虽然这个奇特的火星门极其让人怀疑 这是火星人的杰作 但这个可能性基本上还是没有的 首先是那张图中门的大小难以确定 但从以往好奇号所拍摄的照片中分析来看 图中的门洞不会太大 好奇号相机能拍摄的比较清晰的物体 大多很小 通常都只是小石块那么大 所以那个火星门洞的比例很可能只是厘米或者分米级的 不会是像我们人类这么大的智慧生物所为 看下图 看上去那个方形门洞只是好奇号不远处研制土层下的一处小孔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火星人个头很小呢 比如像蝉甚至蚂蚁那么大才造了那么小的门洞呢 这个可能性也基本不存在 地球上的昆虫以及小型的爬行动物或哺乳动物打的洞 基本都是圆形的几乎没有方形洞口 再以地球上的生命体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来考量 火星上是不可能有这类生物的 火星表面的大气压连地球表面大气压的1%都不到 大约相当于地球33000米高空中的气压 而且 火星上十分寒冷 以猪熔号和好奇号所在区域来看 其白天也在零下10到30度 晚上更是会冷到零下100多摄氏度 比地球南极最寒冷的区域还冷 这么冷的温度下 生命是很难生存的 火星表面也没有任何植物或动物 无法有效提供蛋白质等能量 虽然猪熔号发现了火星上的含水硫酸盐 但那里面的水微乎其微 而且很难置换出来 根本无法利用 虽然火星的地下可能有很多水 但需要到达极深的地方才可能存在 也不具备被火星生命利用的可能性 还有一点就是 美国发射到火星表面的多辆火星车 以及我国的猪熔号火星车 都没有在火星表面发现任何生命存在的直接证据 所以目前也还只能说火星上是不存在生命的 那么好奇号火星车拍摄的那个方形火星门洞 推测应该是那里本来有一块方形石块 后来在风吹或者火星引力等作用下而掉落了 所以才出现了这样一个方形门洞 从外面看上去门洞好像不深 镶嵌方形石块的可能性比较大 另外也有可能是某种硅酸岩晶体 溅落石扎到那里 又崩出去留下了一个洞口 这也算是火星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吧 此次发现的具体结论 需要等到采集样本返回地球 才能进一步证实 天问一号任务的总设计师 孙泽州院士表示 我国将在2028年前执行两次发射计划 并在2031年7月将火星样本带回地球 这次任务的飞船被命名为天问三号 采样工作将包括火星表面采样 钻探采样和移动采样相结合的方式 前两种比较好理解 而后一种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在计划中移动采样将由一台机器口完成采样 如果成功 这将是世界第一个在外星球的四足机器 天问三号火星采样返回探测器 由轨返组合体和镯上组合体组成 发射质量大约7吨 轨返组合体指的是 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 由长征五号火箭发射 其负责将火星样本带回地球 镯上组合体是指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 由长征三号仪火箭发射 其负责采集火星样本 并把样本容器发射上环火轨道 与轨返组合体对接 然后返回 近日 长征五号G的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 首次实现重复飞行试验验证 这为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打下基础 美国的火星采样返回已经进行中 毅力号火星探测车已经在火星采样中 但是其计划是2026年 由欧空局发射轨道返回舱 NASA在2028年发射着陆上升舱 最开始按计划是2031年返回 后面由于欧空局火箭能力不够 换了电推进 这样的后果是推进效率变高了 但时间耗费多了几年时间 时间上最起码2033年才能返回 后面NASA发现 本来去把样品取回来的着陆车超重 这样就只能和上升器分开发射 那就变成发射三次 而且着陆车是由欧空局来发射 只要欧空局一出意外 这个时间就变成2035年甚至2037年 此外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 王小军在探索大会上提出 中国计划在2033年实现载人登陆火星 采用核电核热推进组合 人货分运 近日代号为YF-79火箭发动机 成功完成整机热试车 这是目前全球尺寸和推力最大的 B式膨胀循环发动机 该发动机的研发成功 标志着用于载人火星任务的 长征9号火箭的研发工作更进了一步 在此之前 美国曾在休斯顿会议上公开他们的登陆火星计划 将在2031年将宇航员送上火星 但业内专家表示 美国非常不可能在2033年实现载人登陆火星 从屡次发射失败的SLS火箭可以看出 美国所有载人登陆火星的技术都有待完成 届时中国将领先美国彻底揭开火星生命的秘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